你聽不聽得出有什麼分別? LG G7的Boombox和HTC U12的Boom Sound 大家都是推銷靚聲的喇叭系統 不過它們兩個的定位就有些不同 LG G7的Boombox都是單喇叭 不過它就用了整部電話來做共鳴箱 令到它的聲量更加大 而且你可以將電話放在任何物件上 將任何物件都變成共鳴箱 特別在一些空盒上 效果就更加突出 聲音就更加漂亮 不過也不是箱的體積越大 聲音就越漂亮 實試之後 手機盒比更大的紙皮箱更加漂亮 買完之後就記得留下手機盒 HTC U12的Boom Sound 同樣是用了前置的聽筒 和下面的喇叭 做一個立體聲的系統 實試立體聲的效果很好 吃雞的時候不用耳機 都可以聽到敵人的位置 這個是單喇叭做不到的 我個人就會選擇U12 因為我喜歡打機 網上就流傳不少的照片 都是影子這個問題 講開音質 一定要提U12的錄音系統 它有4個米 除了可以提供Hi-Res 和3D錄音之外 還有一個像攝聽一樣的聽覺焦點功能 錄音的音量會隨著變焦而變化 試完聲就試相 先講主鏡頭 HTC U12的DXO Mark有103分 是全部手機入面排行第二 實試過後 U12的畫質的確比G7好 G7的相由畫化比較嚴重 U12會比較銳利和真實 兩整顏色都是偏向還原真實環境 當中G7就會比較鮮艷 而兩部手機的副鏡頭都各有特色 終於有回雙鏡頭的HTC U12 用了正常加長焦鏡頭的組合玩散景模式 效果就不過不失 LG G7繼續用了正常加廣角鏡的組合 不過今次廣角鏡頭就用了正常焦距鏡頭同級的CMOS 畫質有進步 總結來說 兩部手機都沒有明顯的缺點 但在喇叭系統和雙鏡頭都做到差異化 要二選一的話 真是要看每個人的使用習慣